星男美女 抛开形象大快夺移 让他们频频点头的是 这一位珍珠奶茶汉堡 就是QQ的 觉得还蛮稀奇的 会想再回来吃 吃起来甜甜咸咸的 很清爽 手打汉堡肉 先在300度尖台自自作响 叠上生菜起司后 秘密武器奶茶酱出场 用了三种茶叶熬制 才能浓郁飘香 主要是在于 酱料在煮熬煮的过程 你要让它浓稠到什么程度 那它越浓稠 它的甜度自然会越高 35岁的Mars 从小古龄精怪爱尝鲜 也曾试过栗子乳酪汉堡 软壳蟹汉堡 香菜汉堡 常常一天就得热销100个 人气王还有这道洋葱圈汉堡 一入口先是洋葱的甜脆 面包也吸附肉汁 其实Mars原本是管理系出身 还当了三年业务 那个算是有点偏传产的业务 那台湾的进出口一直在萎缩 那我会觉得说做这一行 好像也不是说很有前途 为了创业猛做功课 Mars在两个月内 长篇20间汉堡店 也赌上100万积蓄 可惜起初天不从人愿 刚开店的时候每个月赔掉 十几二十万 对然后赔了快一年 当时其实有想过放弃 可是因为每个月的营业额 都有些微的在成长 为了做口碑 光是这焦糖洋葱 也天天花五小时翻炒 小火慢熬熬出头 也熬出手上三间店黄金身价 东森财经新闻六七六指腾 台北采访报导